现在新冠肺炎市的全球 学生的学习模式都改变了 但问题就出现了 六个礼拜同时一样 都是有五日是受货日 但要迟班的时间就大大地缩短了 终而老师已经将教材浓缩了 也都不可以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面 我清楚地在解释书里面的要点 也多到红学级所有知识非常有限 面对工房上面的困难都只可以束手无操 而我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初次尝试了自学这个新的模式 但是我初初用Zoom的时候 都遇上了很多的问题 例如我下载不了Zoom 用的时候又不懂得在聊天室问问题 回答问题的时候 又不懂得用白板和组员老师分享答案 我终于学会到怎么用Zoom 甚至可以在聊天室问问题 用白板和老师展示答案 亦会将新的或者自尊要教的货文 自己理解了一次之后 有不懂的地方再重复阅读 直到可以固然开朗 再有不懂就将问题记得 留在一会儿 在我浏览或者查阅书籍的时候 就找出这个答案 我求可以自己将问题解决 就有一个学生 我以前只懂得专注一个学业 就分落了在家人 但是经过今次疫情之后 反而促进了我和家人的相处 让我做到言言意识 视父母能竭其力 除了竭尽全力视父父母 我更加明白到 要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光 我来到Zoom成立了家庭群组 在旁边有很多很久没见到外国企业 哎姑娘 你带你到外国怎样 但是你真的喜欢 你喜欢用这个Zoom 在哪里学到校围的 对不对 但是你用这个Zoom 我都可以去见一下 不认为我会去到街上 你都会来用Zoom 去关心我以前在吉他利 和德国交流团兵式的朋友 所以现在新国发育是全球 伤心和旨意都比较逼迫 但凡事有危就有机 这次疫情的挑战 让我认识到格物自知 我拥有了观察 认识 方便推理事物的能力 起初我对Zoom 等等的思想风际 只有一头无水 但慢慢可以 尝试地为Zoom做到自学 甚至连在家人关于家人 关心社会 最后再到诚意正收 在这段时间 我掌握了自学的技巧 和调整了学者的心态 更重要的是 我看到全世界有很多人 一直抱着自己生命的危险 和感受到他人 这种公司奉献的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亦都会积极跑快 似为榜样 我努力学习 将来可以向大学 奉献社会 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 做一个革命 自知 诚意 正心的人 我希望全球的疫情 可以快点减退 很快有新的疫苗会出现 大家的生活 都可以重回正轨 学生也可以尽快地 重拾校园的生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